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鲜蛋报社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在以前的节目里小编给各位小伙伴们介绍了许多的博物馆 收藏了非常多有趣的东西 然而各位小伙伴们听过收集大便的人吗 在外国就有这么一位老哥 从人类到灭绝的动物 收集的种类十分丰富 来自美国的George Franzen在大学时的专业就是古生物学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收集粪便化石 他的收藏品涵盖了美国的15个州 以及全世界8个不同的国家 这1277块大便化石 现在馆藏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南佛罗里达博物馆 同时这些化石也为George赢得了吉尼斯记录保持者的头衔 世界上收集粪便化石最多的人 George在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视频中说到 真正让他发现和收集这些化石中 所感兴趣的是他们所呈现的时间生命和生态系统 分变化石中包含着很多东西 有些是动物吞下还未消化的 这些东西的种类从植物到动物骨骼 鳞片布等 有时甚至还有牙齿 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这些大便化石 因为它们金如磐石 臭如毛色 但尽管这样 这些招人嫌弃的化石依然是值得研究的好东西 除此之外 在这些收集品中 最珍贵的大便是一条史前巨鳄 在两千万年前留下的 其中最大的大便化石叫做一如既往 虽然收集这些粪便化石让正常人无法理解 但是这些对George来说可是最值得研究的东西 据说在2014年还有一块粪便化石被拍卖出一万美金的高价 好吧希望地球人不断的资料让我们继续吐藏 世界如此可造的新闻也需要清掉 还不点个入院是在等什么呢